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近日 中兴国企发布声明 硕干自美国进口的半导体设备与技术 在获得美国许可之前 可能无法用于为硕干客户的产品进行生产制造 中兴国企表示 有些设备和科技也是从美国进口的 甚至无法为华为生产制造14纳米的中低端芯片 禁令之下 国内光刻机终于迎来了技术破冰 上海微电子实现28纳米的制程生产 从90纳米到28纳米量产商用 上海微电子一下子跨越好几代的技术 这是一大进步 这让华为一旦在未来完全被封锁的话 也不至于无芯可用 据悉 上海微电子28纳米光刻机将在年底交付 你期待吗 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 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 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 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 欣赏最新規创业生活 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